从高处看过去 建地已经在施工 不过三角窗金天面的位置 矗立一栋圆弧形状 特别窄的透天座超突兀 建商要在建工商圈这边盖一栋景观宅 不过能看到原本要收购旁边的这栋透天座 疑似价钱谈不拢 未来很可能会出现大楼包围纸片屋的景观 靠近来看这是一间饮料店 因为旁边建案打地基 地板瓷砖也已经震出长长裂痕 凹凸不平 不过因为地主持有超过四十年 算是起家错 因此仍不愿轻易出售 建工建中路口 这处建案围好栅栏 打好地基 砂石车也已经进驻施工 占地七百七十平 建商2019年以三点三九亿买下 不过旁边这栋四点二平的透天座 当年开价三千万超出均价六倍 建商决定放弃收购 不过也强调不会包覆这栋透天座 也已经做好相关规划 没有共同开发是有点可惜的 六倍其实但是它平主不大总 价来说其实还好 那只是建商可能考量 我根本不是那么非要不可 科技林地也没有办法单独的开发了 对 你就只能维持现况使用 建工商圈新大楼附近会有轻轨跟捷运 尽管建案已经施工 黄金三角窗没有买下 远看仿佛独流一栋纸片屋引发话题 三立新闻黄起超舞会山 搞什么道 六 六 十